欢迎来到News 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他们是真的是初恋吗?一个性感妖娆,一个颜值高,你们怎么认为? 张艺山和杨子作为娱乐圈中一对关系很好的异性朋友, 看起来就十分般配,但两人一直保持着友情以上,恋人未满的状态, 不少网友都希望他们能真的在一起,近日更是传出了张艺山和杨子已经领证, 不日即将官宣的传闻,引发网友关注。 早年的家庭情感喜剧《家有儿女》已经是很多朋友们的童年回忆了, 而当年在剧中互对,给我们带来欢笑的姐弟二人,杨子和张艺山也已经长大, 作为童星出道的两个人,不仅成为北京电影学院的同学, 也凭借着精湛的演技圈粉无数,两人近几年在影视圈片约不断, 饰演了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角色。 当年因为拍摄《家有儿女》而爆红的张艺山和杨子, 虽然在此之后减少了在大荧幕上的合作, 但两人的关系却并没有因此而疏远,感情一直很好, 常常在微博或者一些短视频平台上进行互动。 包括每一年的杨子生日,张艺山都会准时发微博为他庆祝。 在杨子和秦俊杰官宣时,张艺山也是第一个出来给杨子送祝福的, 并且开玩笑式的威胁秦俊杰,告诉他, 你要对我们家那个水好一点哦。 而在微博之夜上帮杨子提起过长的群摆防止其摔倒等等甜蜜举动, 也是CP赶爆棚,让网友直呼嗑到了。 两人多年以来的相互陪伴, 也让很多网游也由衷地希望两个人能走到一起。 而近日,更是传出了张艺山和杨子已经秘密领证, 正在私下筹备婚礼,不日即将官宣的留言, 甚至还传出了一张张艺山和杨子的结婚照。 被粉丝很快澄清,这张照片并不是结婚照, 而是两个人拍戏时候的一张剧照。 另外有网友发出一张照片说, 在街上偶遇张艺山和杨子,两人并肩散步, 杨子在目视前方说着什么, 张艺山则侧头认真注视着杨子, 看起来很像在甜蜜约会。 此后,也有圈内人士印证了杨子即将有一段新的恋情, 更让网友猜测分分对象是不是张艺山。 其实对这类传言,两人早就有过回应和辟谣, 杨子曾经在综艺节目中说, 两个人关系非常铁,是好兄弟,好哥们一样的关系, 也说过张艺山并不是自己的理想型, 只拿张艺山当哥哥看。 张艺山对此事进行回应的态度, 则是很幽默地在给杨子的生日祝福中, 对杨子进行催婚,都二十四了, 找个好人就嫁了吧, 要不他们老觉得咱俩有事。 不得不说,张艺山和杨子两人之间长长久久的友谊, 在娱乐圈是很难得的。 如果日后真的从友情走到了爱情, 两人真的成为夫妻的话, 相信网友也会祝福的。 如果只是流言蜚语的话, 也希望这些流言蜚语不会打扰到他们两人的友谊, 毕竟友谊的尽头不一定是爱情, 也可能是亲情。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请不吝点赞、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